来,看一下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的是烤生鲜茄子大茶粥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这个叫看豆 看豆,这叫白大茶子 这是粘米的,叫粘包米的 豆是半斤 茶子呢,是一斤半 现在放到这个锅里 看我这个加多少水 你们在家呢,量这个器皿 这跟我这个量法是一样的 放多少米,泡好的米 加它两倍的水就行了 再加入,捡 小苏打都可以 小苏打这些 也可以不放,我这放 不放是根据个人的需要 这个米泡制的时间是8个小时 您干专业的,泡4个小时就可以 然后呢,这个讲上气 上气,刺刺刺刺,往我召开 改成小火 过个四五秒钟,刺刺刺转一下 过个四五秒钟,刺刺转一下 那小火,15分钟 然后停火,再焖15分钟就好了 好,我这上火 朋友们,这个主量呢,就是茄子 四个,大致呢,是一斤半 羊肉,二两 香菜,一两 再加上两个椒椒 烤香啊,现在已经预热了 我把这烤盘里头,加上油 把茄子 上下都调到180度就可以 来,朋友们往前来 咱们看一下,把这个肉啊 切成不规则的片,然后呢,一剁啊 剁成肉馅 把这个姜 切成沫 葱 切成沫 越碎越好 小米辣可以少放啊 少放一点 不要放多 如果呢,怕辣的话可以不放啊 但辣椒片不能没有啊 这个烤制这个菜品呢 没有这个辣味啊 就失去了灵气了啊 先加盐 味精 海鲜酱油 茶料油 蒜蓉酱油 蒜蓉酱油 把它调开 香菜 现在呢,这料就都备好了 来,朋友们 看一下啊 这是烤至15分钟了 我就小烤箱一般化 烤的实在嘛 现在呢,茄子没完全熟 先把这个茄子展开 里面就刷上酱啊 蒜蓉酱 打上包直接使就行 不要加味精了 鸡粉了 不要加啊 就要它这个酱的本味就够用 做这个茄子呢 要口要重一些 所以要重一些 你吃这个大叉酱啊 它能吃一块就去 再烤上三分钟就可以了 往上让馅儿 下面这个网莲放上 把这个尖椒切断 整个放里烤 烤三分钟就行啊 三分钟 来,朋友们 往前来 撒上紫盐粉 紫盐要多放啊 紫盐是这里的灵魂 是什么 适量就行 大叉片适量啊 必须有它 烤的时候呢 这个在上面啊 紧靠上面那个管啊 离它近一点 那烤的效果好啊 最好能烤出点胡香味的 那是最好 现在呢 开始 15分钟 来,朋友们 看一下啊 全程一共啊 是半个小时 成型 现在呢 上面刷一下油 这个呢 就是用香菜 炸的那个材料油 咱们那个 视频上有 不要 刷太多啊 这样就行了 把它合起来啊 象征的 还是一个整个茄子 来,朋友们 烤炉啊 能烤到这个程度 也算是不容易 这半小时 这个劲呢 没白费 把它两边 都刷成酱 把紫盐粉 和这个芝麻啊 都拌一下 刷一下油啊 这油不能就要刷了 往那点一下油就行 这么点 上去啊 再烤三分钟 这样 好 来 来,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 茶色盗 效果如何 看看 汤汁算是正好 我做半小时 这是四十分钟 用剪刀啊 我的剪刀就是咱厨房用的 把这个都给它剪断 还要保持圆形 我先替咱们朋友们尝尝啊 我喝点粥 这豆 看下猪腰啊 今天啊 咱们烤 关键是把这个紫盐粉 辣椒面 烤焦啊 还没糊 没糊也带糊香味的 再效果沾好 来 看一下 哎 断的正中烧烤 味儿相当不错 就是烤的时间啊 长了些 做这个粥 要烤这个啊 严格的说 半个小时 总够用啊 然后呢 这个焯了十分钟 我这小炉也不太强 我说是180度 后来我都割到200度 200度才强把火 达到这个效果啊 不到你家里这个 小烤箱 好不好使啊 要好使的话啊 你就是说 都在这玻璃 可以看到颜色啊 根据颜色 你掐时间都可以啊 不用按我的时间来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的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